嗨小龙叔的宝宝们,大家好,我是珊珊 上一次有分享一个关于我姨妈妻会喝的那个五红汤 然后呢,就有宝宝在下面问我说 如果说大姨妈推直了,我们该怎么办 给她回复,我说我下一次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 精神紧张啊,或者是平时的饮食不规律啊 种种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女性的大姨妈没有准时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我今天说的这个方法,我大概用的就是一些东西呢 就是放在这里干的这种山楂枸杞 然后玫瑰花,这个是桂圆 然后这个是红枣 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这样的几个原材料 然后像这个红糖呢,是你可以选择性放 我自己是蛮喜欢放的,因为这个山楂真的还挺酸的 有了红糖,这姨妈汤呢,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喝 好了,我现在呢就来跟大家去煮这个汤 好了,我这个汤,你看已经熬好了 先加了那些原材料之后熬了15分钟,我就有加一点红糖 所以它是这个颜色,就是那种酸酸甜甜,特别好喝的味道 宝宝们,如果说你们的大姨妈可能有些不正常 推迟了几天就可以尝试去喝这个翠姨妈汤 如果说是真的一下子好像几个月都没有来 或者非常大的有偏差的情况下 我建议还是可以去医院看一下医生 但是平时的话,我觉得可以多喝一点这个汤 其实它也可以调理一下你的气血 好了,这一次的翠姨妈汤就推荐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